今天首先我们邀请的我们的柯文德市长 还有我们科程班老师 以及我们现场也来了许多 我们在228还有白色恐怖 我们的受难者还有受难者家属 包含了我们的杨朽正先生 杨津土先生 张文渊先生 以及我们的林秋月妹女士 还有我们的林家勇先生 陈焕婷先生 那以及今天呢我们看到 现场有来了许多的议员 还有我们的里长 那以及看到有一些我们社区的爸爸妈妈 也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参加 我们今天新竹市的228纪念音乐会 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的228和平纪念日 今年呢是适逢了我们事件发生的第76周年 那在这边我们宏安也代表我们新竹市政府 再次的像我们228事件 以及我们所有经历迫害的受难者 以及受难者家属表达我们哀悼 以及追尸之意 228事件是我们台湾历史上最悲痛的一页 我想其实对于台湾许多人 还有许多的家庭来说 真的是一个永难磨灭的悲痛的记忆 而接下来的白色恐怖 刚刚我们香兰老师也跟大家说明了许多的一些 在新竹市所发生的情境 老实说对于一个后辈来说 在76年之前发生的这件事情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轻声的了解这个事件真实当时的原貌 但是在刚刚默哀的一分钟 其实我也试着去想像刚刚香兰老师所提的 在这里所发生的场景 事实上真的让大家感受到非常的难过 而且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白色恐怖 在许多人所遭受到的这些无情的迫害 这些惨痛的回忆都让很多人唏嘘不已 而且严重的压迫了台湾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 在我们新竹市也牵连了数十位的市民 还有上百个家庭 这些造成的伤害 真的是让我们落下的伤痕到现在 都还是难以能抚平 我想只有深刻检视过往所发生的这些伤痛 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和解 也才会拥有共同的信念 我们不能够因为错误已经过去 我们就毫不在意选择忘记 而更重要的是 历史的错误是可以被原谅 但是不能被遗忘 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 在历史的这一些过去的经验以下 我们要以时为鉴 我们绝对不能够再容许相同的错误再次的发生 所以在今天 很感谢我们的出席的这些我们的议员里长 大家一起来重视我们的228和平的纪念日 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相信各位在手持着我们的刚刚的 这样子的一个花束到前方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的心里都是希望 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去底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反省自己不要再发生 极权政治所带给人民的这些不幸 随着时代的变迁相同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再发生 我们也应该要反思革除现有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当中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部分 我们重新来思考怎么样能够符合现在新的这些发展上的需要 未来我相信政治改革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个党或者是一个小部分人的工作 他应该是我们全民大家一起要努力的方向 在台湾我们有好的民主政治多党政治的这样的一个体制 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来健全我们的整个的政治制度 减少社会撕裂的这种对立纷扰的发生 才能够促进我们族群之间的共融共和 以及健全我们社会文化的发展 我相信选举的过程大家都看到了 很多的一些族群的对立跟撕裂都是每个人都不想要看到 这么样严酷的发生在你我的面前 但是我们未来要一起努力到携手合作 才能够来打造我们和平以及幸福的台湾 我相信在228和平纪念日的今天 有许多是我们可以反省反思的部分 我也在这里谢谢我们的228和平纪念日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受难者受难者家属出席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让我们的这个日子的意义非凡 也同时让我们所有的后辈更加紧记着228的教训 让我们未来可以继续努力打造我们更和平的社会 在这边也祝福所有与会的嘉宾身体健康 那等一下我们也有音乐会 让我们用温馨的方式来纪念这一天 为228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市长 市长为我们邀请一下来宾来上台来说几句话 邀请一下 称主席 大家的掌声不够高 那爸爸呢 柯爸爸 我们柯文哲市长他情绪有点点激动哦 我们刚刚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 他今天可能是参加者的身份 现在就来邀请所有与会嘉宾全体起身 我们第一排的贵宾请上前 大概三大步 其他贵宾可以留在您的位置 那大家在此刻手上都有一朵洁白的导格 那我们在此刻就用最诚挚之心 来追思缅怀当年的这些精英分子 如何的牺牲来为我们的民族之路 铺上一层血泪泡泡 要邀请大家沉思默哀 一分钟且默哀 新主是为了高位在二二八事件中的王者在天之灵 为了贫富送难者家属低痛之情 建立了纪念碑来疗愈社会的剧创 自今而后无分离我联为一体 互助以爱相待已成 让我们一起化仇恨于无形 让爱与和平永远相随 天佑宝岛万古藏千 默哀完毕 尤其有市长副市长 带领我们所有嘉宾向前 把手上这一束纯洁宝泡泡 放置在我们纪念碑前的案台上 让我们大家 来以献上这一朵纯洁宝泡的宝泡 感念先贤先贝 他们为新主 为谈社会的民主 所留下来的印记 我们放上去以后 有请大家回到座位来做店 只要把它摆上去就可以了